鸟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 今天,状元班凯罗,和榜眼谢克霍姆格伦,组团到克劳福德开办的联赛里,炸鱼去了,班凯罗,得到50分9篮板,霍姆格伦,得到34分,14篮板,5助攻8盖帽,两人没手拿到胜利。 不过,状元和榜眼的数据,还不算是这场比赛最亮眼的,来自森林郎的麦克战尼尔斯,作为班凯罗,和霍姆格伦的对手,看下52分11万把9盖帽。 考虑到胡人的塔克,老鹰双星,在德鲁联赛的糟糟发挥,NBA球员,想要来业余联赛炸鱼,还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碾压的。 麦克战尼尔斯的52分,不说有多厉害,至少说明,他是真掌球了。 如果说,花子毫无疑问,是森林郎的大太子,那么,麦克战尼尔斯,就是森林郎的二太子。 森林郎,至少已经拒绝过两次有关麦克战尼尔斯的交易提案了。 上赛季,西蒙斯的交易闹剧,森林郎,也凑了一把热闹。 当76人,要求森林郎,将麦克战尼尔斯,放入谈判桌上时,森林郎,直接叫停了谈判。 今年休在期,森林郎,用一个手轮秀,和四个手轮,换来戈贝尔,直接搅动了全联盟的交易行情。 虽然人人都笑,森林郎是大冤种,但森林郎自己,可不那么认为。 绝世曾要求森林郎,把麦克战尼尔斯,放在交易里,森林郎,严厉拒绝,之后,才拿出了四个手轮,作为补偿。 在没有付出麦克战尼尔斯的情况下,得到戈贝。 小两维講,我陈红人,就算他元� потер了一枚,iy也起悠绝的一枚。 oren奇要没發生什么? 感谢观看